看期待吗 在里边 跟林奇在一起 林奇 对啊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都跑五六家了 找有什么事吗 知道你师父老家在哪吗 知道了 怎么了 说话呀 怎么问起我师父的事来了 没什么事 随便问问 等等 我明白了 我师父回乡下了 自己跟他在一起对不对 小点声 喊什么喊 到底怎么做什么 你告诉我 还是放点糖吧 太苦了 对胃不好 怎么了 你还是老了 我还是老样善解人意 跟你在一起真舒服 谢谢 英奇 要是我求你留下来 你会答应吗 别紧张 我也是受人之托 这是月娥姐安排我们见面的目的 安琪 有些话 我早就想对你说了 什么 我回上海的时间不长 却已经伤害了三个非常好的姑娘 一个是紫衣 一个是李军 还有一个就是你 我怎么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呢 你一直对我就很好 我本该对你更好一些的 紫衣说的对 我从小到大太顺利了 只对得不到的东西感兴趣 喝吧 咖啡要凉了 我早就知道你师父要走 家居还是我帮个班的呢 说是干不动 怪不得连门都疯了 都是我不好 方子仪是那个叫老九的送的去 老九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老九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费了好大的劲 才找到送他们的那条船 去进哪个村我就不知道 难怪紫衣一直没有音讯 乡下看不到报纸 他根本不知道李迎齐在找他 知道又怎么样 他躲到乡下 也许就是为了避开李迎齐的 你别瞎猜了 赶紧告诉李迎齐 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不行 我得先跟安琪商量一下 跟安琪商量什么呀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又打什么坏主意 陈紫衣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毛病 要是再不改的话 会吃大亏的 紫衣的事我不能不管 别以为你是杜老爷的女婿 我就不敢揍 我不是你们家老爷女婿的时候 也没怕过你 把他给我拉一边去 安琪少爷 布老板是让我来保护他的 那我自己动手 又来介绍 算什么男人 你自找的 你果然又变成安琪少爷了 你来 我有话跟你说 安琪 你要不要紧啊 这钱我确实要还给你的 可以 我等着你 带少爷到别处转着 要不你先走吧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